各位好朋友 今天新華區是蔡兒子蔡老師 要跟大家分享的酒駕 現在社會上這麼嚴重的 天天發生酒駕發生車禍 撞死人從南到北 以比皆是幾乎每天都要發生酒駕的事情 我在二三十年前幾個朋友的聚餐 亂喝酒 因為我不會喝酒 那一天我剛好沒有開車子 那我一個好朋友呢 因為他喝了大概半瓶花雕下去 他就載我 是要順便送回到一層 我說你喝酒 啊無關的啦 這幾乎酒對我沒有影響 那我們開一個早期的 無特的千里馬 那個2800的千里馬 速度很快 那時候從台北 載我回基隆 發生什麼現象 他高速公路 下去的時候 他走錯的地方 跟人家上來對撞 轉無特跑了一下 整個車頭凹進去 我也受傷了 酒駕了 我那個朋友也受傷 很嚴重 這是超老師的經驗 雖然我沒喝酒 我後來蠻後悔的 那一天其實應該我幫他開車 可是他很堅持 他說他沒有醉 他開車覺得沒有問題 還好 另保住了 對方更嚴重 上來車子被他撞到那個車子 那個人給他斷掉 馬上受到裡面去 各位想想看 最近整個台灣 發生這麼多酒駕的事情 為什麼 喝酒不開車 開車不喝酒 大家當作耳邊瘋 你有沒有想到 你撞死人以後 對方一定沒有啦 就是有錢你賠了 他也沒病啦 為什麼喝酒要開車呢 你可以坐進行車啦 或是坐其他代步的車子 可是大家因為不怕 酒駕醉在輕啦 你說要就花多少錢 關多久 都沒有用 要判重刑 只有重刑才能解決這個問題 社會這層出不窮的問題 都是在酒駕發生的 尤其深夜 那更多 喝酒不開車 開車不喝酒 希望我們政府能夠徹底執行 法令能夠徹底修改 不要再造成這麼多傷害啦 謝謝大家 各位好朋友 喜歡今天的故事嗎 想看更多精彩的影片 請按下旁邊的圖示 就可以輕鬆訂閱我們的頻道喔 同時蔡老師也全心 拜託你 推薦你呢 收看我們下面的影片 與我們一起 關心全國醫療宴童喔 謝謝大家 再見